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赛事报马仔 我是Zuka 今天要介绍两场赛事 一场是即将开爆的 远东新世纪经典马拉松 那这场赛事呢 今年来到第十届 就是已经算是新竹的经典赛事 这场赛事呢 在去年是超半马跟超马 那今年呢 回归到就是它是有42K 不过还是有超半马的赛事 有跑游是去年跑了之后 说它因为它有上坡 所以他想说 上坡让人跑得有点伤心 但是呢 这场赛事的特色 就是它志工热情 风景很优美 补给也不错的 因为它赛事的规划还蛮不错的 所以欢迎大家就是 如果这次今年有跑的话 到时候可以跟我们分享 那第二场赛事呢 是即将解释报名的 工艺新石钢琴台中IMC 音乐马拉松 名字有链场 那这场赛事呢 跟以前的石钢马是不一样 那它只有 最长只有老板马 那它这次的路线呢 是会跑东风自行车道 它那边防 就是风景还蛮优美的 然后还会跑上 就是石钢大坝 那如果到时候有参加 跟朋友 也欢迎来跟我们分享 就是这种赛事如何 像是今天的赛事报马仔 我们下周再见咯 拜拜 礼拜天大家都有去跑步 跑飞嘛 很多跑人如果是 你刚开始跑步啊 可能到这场赛事 就是很便宜 然后很佛心 然后它的赛事过程 其实也蛮传统的 它没有晶片 你在过折返点的时候 还会拿到一个折返信物 当你是有得名的 你过了赛事终点的时候 你会拿到一个名次卡 那个都还蛮特别的 那当天呢 就是除了书跑喝到宝之外 这场赛事很特别的地方 就是很多大小朋友 都一起来跑 那如果说你是 就是自己没有跑的话 也欢迎就是到我们的 赛事列表上面 为赛事评分 你说说看 你觉得这场赛事如何呢